哇 這邊是有哨音啊 所迫進攻 裁判哨音聲就響起 中信特攻楊將克利斯在切入時 因為動作過大犯規 也讓卡森獲得罰球機會 兩發一中 讓雲爆比賽順利開張 卡森拿到籃板 克利斯扛下去 結果是有哨音了 比賽接著進行 卡森在籃下 掌握進去優勢 對方犯規 讓卡森連續站上罰球線 這回穩穩拿下罰球機會 比分逐漸拉大 在首節比賽結束前 卡森命中一擊三分球 他在第一節就拿下十四分 雙方比數來到三十七比二十三 第二節卡森在結束前四分鐘投進三分球 加上隊友克羅馬的壓哨球 上半場兩隊相差來到十分 這個單節雲爆是大有收穫 中心特攻的命中率不斷下滑 球隊也出現失誤 台幣雲爆隊的林信寬 蔣玉安和高經緯 也都有亮眼表現 讓兩隊比分逐漸拉大 第三節打完比分來到八十四比六十三 比賽二十一分差 勝負上面沒有懸念 比賽最後由雲爆一百零五比八十五分 以二十分的差距拿下勝利 卡森斯也一掃首場比賽的低迷 拿下二十五分十七籃板四助攻 是超級的好成績 也讓球迷們更期待他接下來的比賽表現 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